哈喽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那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期 那这一期的话总共有35个 地图上的话有30个 茶缺不落的话有一个 还有一个的话是2月6号 也就是我们3.4版本下半场有4个 下面的话我们来讲一下地图 我们先来到王者狭狼右边的传说锚点 我们先往这个北方向先过去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下来 或者你将这个视角调到东方向 往这个边方向飞 在这个门口有一个精灵 如果你这个精灵没有赶回去的话 你在这里一直赶着他 这边有个精灵 我这次精灵的话是前几期讲 这个成就篇已经做了 好我们继续跟着这个精灵往前面走 到了前方这边的话我们精灵停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镇守宝箱拿一下 好继续跟着精灵 这边的话有一个限时挑战 我们先开启 开启之后我们不要急 我们先将这个视角调到西南方向 上面的话有几个钩子 咱们先勾一下 然后继续往前面走 这边的话有一个怪物镇守宝箱 好你可以将这个怪物清一下 好的我们远路返回 我们回去做一下这个现实挑战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中断挑战 我们重新开启 开启之后我们往这个西方向 一直往这边走上来 刚好斗一圈 这边的话我们下来 适应草勾一下 再勾 下一步我们继续跟着这个精灵走 跟到这里啊 这个精灵啊就会下去 然后这边的话有个缺口 我们从这个缺口直接下来 下来之后你将这个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这个精灵的话会到这个位置啊就结束了 然后他会出现一个宝箱 这是精灵宝箱 好的我们方向不要变 继续往这个西方向前进 这边的话有一个怪物镇守宝箱 继续 到达前方有一个大蝎子啊 紫色的大蝎子 你第一次将他击败的话会出现一个宝箱 就是我们旁边这个宝箱 好 拿到宝箱之后 我们将这个视角调整一下 我们调到 西北方向 然后这个石碑随便你攻击一下 这个草元素方便啊就解锁了 我们激活 然后前方有钩子 勾一下 然后这边 打两下 这边 打两下 再将这个草元素方便激活 然后大家看一下符号 左边的是蛇 右边的话是C1 好继续 我们将视角调到东南方向 前面还有一个 这边的蛇头是311 这个挡三下 然后是一个C1的符号 这个挡一下 是两个人的符号 这个再挡一下 是个蛇的符号 好 我们激活 激活完毕后 在我们的后面啊 我们往这个宝箱方向跑 拿到之后 我们现在的话 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 东北方向 这边的话 有四应潮 勾一下 再勾 上面的话 有个怪物镇守宝箱 拿了之后 我们将视角往上面看 往天上看 然后右转 就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个钩子 这里的话 也有一个宝箱 拿完之后 我们再将这个视角啊 调到我们东北方向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个通道 过来 在我们的右手边 有一个草原树方碑 你过来 先走到底啊 在我们的左手边啊 左手边有一个草原树方碑 你激活 这个藤蔓就会解开 在我们的右手边 从这边进去 我们先下来 下来之后 我们视角调整一下 我们就沿着河道啊 往这个西南方向走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有一条大蛇 大蛇 你第一次把它消灭的话 也会出现一个宝箱 这是怪物消灭的宝箱 好吧 第一次消灭 会出现这个宝箱 然后的话 我们将这个 风元树方碑 激活 通过风场我们上来 上来之后 咱们不要动 等它慢慢下来 你可以看到 在西方向这个位置 有一个宝箱 好的 我们继续起飞 然后这次的话 我们将这个视角调一下啊 来到我们东北方向吧 北方向的话 有个秘境啊 这个秘境宝箱 我已经拿了 你只要激活 是个火把啊 就可以开启这个秘境了 秘境的话 会有一个宝箱 这个我们在以前讲过了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现在的话 我们继续往这个西北方向 这边的话 有一个宝箱 令人快乐 好 现在的话 将视角调到东南方向 我们原路返回 前方的话 前面的话有一个洞穴啊 大家注意了啊 你如果这个洞穴没开的话 你调查一下 这个洞穴就会打开 好 继续往前面走 这边的话 有一个秋秋王的宝箱 过来之后 将视角 来到我们东南方向 往这个方向走 好 前面的话 有个现实挑战 他们开启 好 这边区域的宝箱 就暂时收集完毕了 然后你也可以 往这个南方向啊 这边的话 有一个草原树 方便你激活一下 会获得一个成就 叫生命的 什么什么的 好 我们下一个点位 我们来到 王者狭狼 右上角 传送锚点 过来之后 将这个视角 调到我们 西方向 这边我们直接下来 往下面看啊 这边的话 有一个火元素方便 这边的话 是三腰 这边是三下 是个两点 一个箭头 这边的话 是 这个是飞马的标志 这个火元素方便 不要激活 我们往这个 南方向下来 不要激活 火元素方便 我们最后一次性激活 这个的话 是我们 按一按 打两下 然后这个打一下 这个飞马 这个打两下 是个三点 好 下一步将视角调到我们 西方向 我们先攻击一下 这个石头 好 就可以了 再下一步 将视角调到 东方向 先过来 然后我们将这个 我们往上面看啊 上面有个适应槽 有没有看到 这里勾上去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解谜 这边的话 是零腰 第一个不要挡 第二个挡一下 这个是踢足球 这个是两点 一个箭头 另外一边 是零按 第一个是 两个W 然后这个挡 两下 是个C1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激活一下 这个火元素方碑 我们先将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用安博 瞄准这个 下面这一个 好 先点亮 然后再往这个北方向 这一个 再我们下面这一个 最后才是我们旁边这一个 这个是华丽宝箱哦 下一步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我们圣险厅 左边的传送宝点 过来之后 我们调整方向 往这个西方向 我们先下来 下来之后 我们到这边 右转 这边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分球的解谜 启动 往前面走 再启动 继续往前面走 好 这边的话我们再启动 我们继续往这个 北方向前进 上面的话 有个适应槽 咱们先勾一下 好吧 然后把球放进去 这里的话我们暂时不要动了 我们将这个视角 调到我们东方向 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有石头解谜 这个解谜的话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我们先跟着这个精灵 我后面走 他激活 然后马上攻击 保证前面跟后面相同 然后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速度一定要快 然后这个的话 满快一点 如果精灵跑到第一个 把第一个石头激活的话 我们就白整了 好的 那精灵回到中间 拿起这个宝箱 然后我们将视角调到西方向 这边的话是分球的解谜 继续 下一步我们将视角调到我们西南方向 这边的话有个适应槽 你可以勾一下 勾一下下来就看到了 这里的话有个怪物镇守宝箱 下一步我们继续往这个西南方向前进 你下来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话 有一个精灵 我们跟着精灵继续前行 到了这边的话我们暂时不要送他了 我们先将这个 这个怪物镇守宝箱先获取一下 获取完毕后我们继续跟着精灵走 前面的话就到家了 我们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将视角调到东南方向 我们从这里直接下来 前面的话有一个现实挑战 我们开启 启动后 然后的话我们就跟着这个小球的方向走 前方的话有一个适应槽 他们先不要动啊 先把这三个小球拿了 然后勾一下 再勾 再拿着三个小球 再往下看啊 然后在这个这边勾一下 拿起这两个小球 这个宝箱拿了之后 我们将视角调到东北方向 我们从这里直接下来 下面的话有一个营地啊 有个帐篷在这里 过来之后将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往前面走 然后这边的话往右手边啊 我们先来到下面 这边的话有一个石头解谜 这个解谜的方式是 这个打两下 按按按按 然后三个点 这个也是两下 踢足球 这个也是两下 这个的话是甲乙饼 好 拿到这个宝箱 我们继续右转 北方向 这边的话有一个精灵 我们这边的角落 点 BEP 前面这个宝箱的话是主线任务我们获得的 你如果没有的话你肯定拿走了 这是主线任务的宝箱 然后我们向后面转我们继续赶精灵 好 这边的话有个宝箱 好 下一步的话我们远路返回 从这个门出来 然后视角往上面看 上面的话有个适应槽 勾一下 前面的话有一个怪物镇守宝箱 来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个 应该是这个东方向 东北方向 这边的话有一扇门 咱们先进来 前方的话也是主线的宝箱 这边适应槽勾一下 再勾一下 然后下来 这个也是主线任务的宝箱 你如果拿走的话应该就没有了 好 下一步我们挡开地图 来到我们遗忘行宫 地下传说锚点 下来之后我们将视角调到蓝方向 前方的话有一个怪物镇守宝箱 就在这里 再往前面走 前方的话有个小门 这个需要七级全能才能开启这本书 这个我以前讲过了 我这里就不多讲了 我们进入这扇门 然后右转 但是不要管这个小球 前方 前方 这边有个机关 我们启动 启动完毕后 我们将视角调到东方向 好 这边有个风场 你小心一点 咱们先从这里绕过来 来到中间这一个 旋转元件 我们旋转一次 好的 我们回去找一下这个小球 释放 然后我们再碰一下他就不要管他了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旋转元件这里 我们再旋转一次 好 继续碰一下这个小球 这边我们继续点击释放 我们跟着小球走 好的 现在的话将视角调到东方向 这边的话有条路 咱们先过去 过来之后我们右转 往这个栏方向 这个圆轮兼杯的话 我们以前讲过了 你如果没做的话 你可以找我们上一期的视频看一下 进来这边 我们右转 我们来到中间这个机关这里 这次的话我们来右上角 往这个方向走 这边的话有一个倒三角 拿住 然后继续往前面 放入前面的正方形这里 我们再触碰元件 先往左边这个位置 这里有个火把 然后右边这个位置 也有一个火把 继续往前面走 这里有一个 还有一个的话是在这个 我们这个大门口的旁边 下一步我们用这个火元素的角色 点燃这个火把 这里有一个 大家看一下位置 然后第二个的话在我们右手边 第三个的话就在这个前面 第四个在另外一侧 拿到这个宝箱 我们视角调到我们东北方向 往里面走 我们先下来 下来之后将视角调整一下 调到我们东北方向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前方的话有两个石头 这边的话是一和三 这个点一下 然后这个挡三下 这个是飞马 这边是311 这个挡三下 三个点 这个挡一下 也是三个点 这个挡一下 这个是两个W 这地图的宝箱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这边的话 讲一个茶缺补漏的 这个宝箱的位置 就在我们三运河 左下角这个位置 你可以从这个传送锚点 直接跑过来 或者从这个传送锚点 跑过来也行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宝箱 然后和大家核对下这个成就数 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是可以拿到286个成就 然后还有四个的话 是2月6号才能开启 也就是说是3.4版本的下半场 这个宝箱的话就在这个营地的密室里面 总共的话有四个珍贵的宝箱 我是通过特殊的方法进来的啊 好的 那这个四个宝箱拿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总共的话成就数 现在的话 能拿的宝箱数量成就的话 是290个 好的 再见 再见